主料,苹果五百克,朱里基五十克,辅料,油,盐一茶匙,生抽一大勺,炒菜香调料,料酒一勺,生粉一茶匙,葱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热锅上油,将洗净丝成条状的苹果倒入,大火炒软,甲葱花入内,炒匀,倒入用姜丝,料酒,生粉,少去盐盐, 煎至好的里坚肉丝,炒匀,加生抽,调味,加炒菜香调料,盖锅,中小火烧十分钟,加盐,鸡精调味,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评估一定要烧软烧透才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